今早的E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一只本地地产股新地16号 简选原因是 本地股例如地产股和银行股 近日反弹的幅度落后于大市 但昨日普遍逆市涨或资金最落后 随着中港社会和经济活动复偿 今年本港地产市道预料会迎来复苏 摩根士丹利认为 经营零售业务为主的地产商可以提高一线 其次是租金足底的写字流业务 住宅市场因为价格反弹力度偏弱而排第三 新地在本港各区拥有多个大型购物商场 随着本港旅游限制全面开放 预料受惠零售市道的强劲反弹 另外新地拥有丰富的可售货源和代建项目 为今年单位供应量最多的发展商 当中大部分都属于一个独知项目 集团旗下屯门Novoland 2A旗项目近日热卖 整个系列推售不足11个月 累计销售超过2600伙 属于过去两年最热盘的楼盘 集团计划第三季再推售三个楼盘 策略上新地一月以来反复回落 6月初跌至97水平后有反弹 过去两个星期是100元至104元还行整固 星期一收补102.6元 可以在102元吸纳 短线预料会挑战110元 跌穿99元便适宜自舍